你没看错 在这里没人会比我更懂得如何吃螃蟹 一只十几斤重的帝王蟹只吃蟹腿 你是想都不敢想 刚从养殖水箱里抓上来的帝王蟹 就要立即交给有经验深厚的师傅进行处理 只见他巧妙地避开蟹肉神经 将两根最肥美的蟹腿给剪下 对于剩下来蟹身的部位 会继续放入营养箱中进行饲养 直到三个月后 帝王蟹会再长出新的蟹腿出来 也因帝王蟹蟹腿循环再生的原理 让师傅赚得盆满钵满 师傅表示 这种循环再生的蟹腿 不仅鲜嫩还特别的肥美 你可以直接用来清蒸 这是绝大多数食客们的选择 但在鲜味有着极致追求的顾客这里 任何的烹饪手法都是对蟹腿鲜味的破坏 只见师傅将蟹肉取出过完温水之后 在迅速地用冰水进行浸泡 在舒张与收缩间 很好的锁住了蟹肉里面的鲜 这样吃起来口感紧适 鲜味也很浓 刚走上餐桌的蟹腿肉 每一条都特别的肥美 从里面散发出来的鲜香 真的让人难以抵挡 就这么来上一根 蘸点酱油一口吃下 真的满足得不要不要的